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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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週呢 我們要從這個 漁義學的這個 檢驗有效論的方式呢 進行到用漁法學的概念來 談論這個有效論證 那我們就開始 首先我們來談談什麼叫做漁法蘊含關係 如果各位記得的話 我們在第六單元之前的所有的 有效論證的檢驗方式呢 都是所謂的檢驗它的語意蘊含關係 那我們從 這一週開始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漁法的蘊含關係的學習 那什麼叫做漁義蘊含關係呢 簡單來講是這樣 我們之前所學到的真值表法 各位只要用到真假值 來決定它們之間的蘊含關係的呢 這種關係我們把它稱之為 漁義的蘊含關係 semantic entailment relation 基本上是跟漁義有關係 如果各位不陌生的話 應該還記得我們在數週之前 我們曾經說過 所謂的語意的意思呢 其實對語句來講就是真假值 所以為什麼 真值表法所 談論的蘊含關係 我們把它稱之為 語意蘊含關係 意思就是說 因為它其實就是用 語意學的概念來處理 什麼叫有效論證 那麼我們給各位最初的定義 各位記得我們一開始在 第二單元給各位的 這個有效論證的定義 基本上也是一個 語意學的一個定義的方式 各位如果不陌生就記得我們說 有效論證就是不可能出現 前提皆真而結論為假 各位可以聽得出來 這個定義裡面出現了真跟假 這樣的真假值的字眼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語意蘊含關係的描述方式 那我們現在要來學習的是 命題之間語意法蘊含關係 那語意法蘊含關係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語意蘊含關係裡面 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其實關心的是 它語句的真假值的問題 就是說它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就不可能前提皆真 而結論為假 那麼我們在 語意法蘊含關係裡面 我們關心的是指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演算系統 那這個演算系統呢 是給我們一些演算的規則 我們能夠根據這些演算的規則呢 一步一步的去把它證明出來 這個我們把它稱之為 語法的蘊含關係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不是只有 關心它的真假值而已 我們要進一步去關心 我怎麼樣去把它做一個證明 所以基本上各位只要想像一下 各位在做那個證明題的時候 大概會有這樣的想法 通常老師出題目的時候都會告訴你說 我們有一些 這個題目裡面會給你一些前提 希望你證明出一個結論 事實上在你證明之前你就已經知道 老師給你的這個題目呢 前提應該都是真的 就假設這個前提都是真的 然後呢我就可以知道這個結論是真的 所以它的真假值關係你其實是 不太會去懷疑它的 因為它其實你都知道 當這個題目裡面給的前提都為真 結論其實就會為真 但是呢 語法蘊含關係的要求會多一點點 它會多出什麼呢 它會多出說 你必須要給出一個證明 這個證明就是說 你把這個前提 可以利用它們之間的規則 一些規則呢 一步一步的推算出來 能不能得到結論 如果它可以一步一步 推導得到結論的話 那我們就說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我可以用語法的演算系統的方式呢 證明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而不僅僅是知道前提跟結論之間的 真假值的關係而已 所以大概各位用這樣的類比 大概就知道這個 語意蘊含關係跟語法蘊含關係的區分 那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對於這個證明呢 大部分會用證明來說明它 那有些呢會用正程的方式來說明它 用 justification 也可以 就是看你用在什麼樣的系統裡面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在這門課裡面呢 我們會提到三種 常常被提到的演算系統 演算系統當然不只這些 只是說我們在這門課裡面呢 只提供給各位呢 最簡單最常被提到的一些演算系統 來作為學習 那第一種呢是公理系統 叫 axiom system 那公理系統的淵源流長 它幾乎是從這個古希臘時代開始呢 就是以公理系統的方式來思考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藉由某些公理 推論出很多的定理 那各位對於公理啊定理啊這些詞 應該就經常的聽到 事實上各位在很多的數學證明裡面做的工作 就是在公理系統裡面做證明 那其實推論定理的方式就是公理系統 最基本的一個演算系統的想法 第二種呢是自然演繹法 那自然演繹法呢也是二十世紀呢 才開始盛行的方法 那自然演繹法呢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方法 它訴諸的是頭腦裡面的認為 一般認為說 我們大家的演算規則應該都是一樣的 我們大家對於很多的演算規則 應該是不會去質疑它是否成立的 那我們用這些自然而然覺得成立的方法 建立一個演算系統 然後再來做推論 這個通常我們叫做自然演繹法 最後呢第三個方法呢是所謂的真值數 也就是我們Telman System 那我們Telman System呢 基本上呢要做的事情是說 跟前面兩個方法不太一樣 就是說它的差別大概是這樣子 證明的策略有這樣的差別 這個證明策略呢 在前面兩種的證明策略呢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從題目給定的前提開始 然後我們從它開始呢 藉由推論規則 我們剛剛講過 不管是公理法的這個推算 或者推導 或者是這個自然演繹法的推導 基本上都是follow這樣的方法 就是我從前提開始 經由我們的推論規則 一步一步的去得到結論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 逐步的去得到結論的話呢 我們就說它是有效論證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證明它是有效論證 那真值數的方法呢 不太一樣 它是先假設 前提跟結論的否定是一致的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假設前提跟結論的否定一致 意思就是說 我其實是假設 前提皆真 跟結論的否定也可以同時為真 就是它的情況是前提皆真 而且跟結論的否定可以同時為真 換言之這個意思就是 前提皆真 而結論為假 因為結論的否定為真 意思就是結論為假 好 所以如果我假設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先假設一個情況 我可以找到某個情況時的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那麼我經過證明之後 經過證明之後 我發現說 這個如果是矛盾的 也就是說我不可能得到 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這樣的一個結構的話 那麼就表示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前提 會蘊涵結論 所以在方法上這兩個方法很不一樣 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 語意法蘊涵關係的符號 這個符號跟之前的語意蘊涵關係不一樣 各位看到這個是 turn style 的符號 它的這個橫槓只有一槓 不像之前我們學這個語意蘊涵關係的時候 我們叫 double turn style 因為它有兩個橫槓對不對 意思是說它這個其實是一個 turn style 的符號 來代表所謂的語意法蘊涵關係 那語意法蘊涵關係呢是這樣 如果我們用 phi 1 到 phi n 作為前提 經過推論規則可以得到 Psi 的話 我們就說 phi 1 到 phi n 這個句子的集合 會蘊涵 Psi 那我們的記號呢 會計成以下這樣 各位可以看到 前面就是 phi 1 到 phi n 的語句集合 然後我們說它會蘊涵 Psi ok 那到這裡呢各位會覺得 有一件事情其實可能會有一點點疑問了 那這個疑問大概是這樣就是說 我們既然之前學了語意蘊涵關係 現在又學了語法蘊涵關係 那請問這兩種蘊涵關係到底是 一樣還是不一樣 ok 這個其實是邏輯學家會去回答的問題 就是說 語意蘊涵關係跟語法蘊涵關係之間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如果沒有差別我們為什麼要分成兩種 基本上呢大概是這樣 我們先說明一下 我們在語意蘊涵關係呢 建立的是所謂模型之間的關係 意思就是各位在第二單元學到的就是 語意的蘊涵關係 意味著它如果成立的話 不可能出現 前提皆真而結論為假的情況 那如果是語法蘊涵關係的話呢 表示說 我有一個演算系統可以 經由這樣的證明 證明出它的這個 前提會在語法 關係上是蘊涵結論的 換言之是這樣 我們如果從定理的觀點來想 各位可以用從比較簡單 從定理的觀點來想 就是說 如果一個定理成立 是不是表示這個定理一定是為真 我們一般講 定理成立是語法的描述方式 成立的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有一個證明 證明出它是成立的 那是不是表示說 如果我可以有一個證明 在語法關係上 證明這個定理成立的話 是不是就是蘊涵 你等於告訴我 這個定理一定是為真的 OK 反過來 一個定理為真 是不是一定可以找到一個證明來證明它 那我們就只要思考說很多的數學家 基本上很多數學家一輩子 其實就是為了證明一個定理 各位想想看 他為什麼要去證明這個定理呢 他的想法大概是這樣 他大概是想說 這個定理應該是真的 或者說這個定理 他覺得這個定理是成立的 他認為只要這個定理是真的 而且這個定理如果是成立的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證明的方式 來證明它成立 OK 那我們來看 所以它直接有這樣的關係 它有一個雙向的關係 那這個雙向關係是這樣 如果我們認為一個定理是 可以有這個證明的話 就認為它一定是為真的 通常我們把這個方向呢 稱之為 soundness OK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 這個 具有這樣一個 這個定理的就是 我們通常稱之為 妥當性定理 就是 soundness OK 就是 soundness theorem 意思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 妥當性定理 當然這個 我現在描述的都是後設定理 就是 如果有證明 那麼我們一定可以知道這個定理為真 反過來說 一個為真的定理 一定可以 有一個證明來證明它 這個我們稱之為 completeness 如果擁有這個性質的邏輯系統 我們就說這個邏輯系統呢 是一個完備的邏輯系統 OK 那這個也是很多 數學家或者邏輯學家 心裡面覺得說 這個 如果為真的話 那該有多好對不對 因為只要這個定理為真 我就可以找到一個 證明來證明它 如果呢 有一個證明 我就可以確定這個定理為真 聽起來這個 非常的好 那麼在我們這學期的學習裡面 我們這個叫做 first all logic 就是所謂的 初階邏輯 在初階邏輯裡面呢 這兩個定理都成立 也就是說 你如果可以證明 這個定理的話 那麼表示 這個定理一定為真 反過來說 你如果 在我們的系統裡面發現 某個命題為真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證明來證明它 這個呢 在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soninist 跟 companys 都是成立的 好 但是呢 是不是所有系統都是這樣 並不是 並不然 如果我們這個系統有點大 事實上 經過我們的證明發現說 其實呢 你只要大到包括這個數論在內 就 number theory 進來 你的這個系統只要大到 不用很大 只要數論進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呢 事實上有些 微真的語句呢 我們其實是 證不出來的 這個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incompleteness 就是所謂的 不完備定理 那這個不完備定理呢 是這個 有一個有名的數學家 叫 Goddell 那 Goddell 在 1931 年的時候 就已經證明出來了 所以 事實上並不是 所有為真的定理 我們真的都可以 找到證明 更不要說 如果複雜到 像我們的日常語言 這麼複雜的話 那根本就 太多 我們證不出來的東西 那我可以舉個例子 讓大家思考一下 譬如說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假設我有一句話是 s 各位想像 假設我有一句話是s 然後我告訴各位說 s 這句話呢 是不可證的 ok 他是unprovable 就是他是不可證的 s is unprovable s 是不可證的 請問 這句話 是否為真 各位可以 很簡單的設想到 假設這句話為真 根據它的內容告訴你 s 就是不可證的 所以如果它是可證的 那 這句話到底真還假 ok 好像我們可以證出一句假的 這個句子 這個聽起來是很奇怪的 所以 事實上我們可以很容易在日常語言裡面 找到很多 這樣子的一個麻煩就是說 我們其實會有一些 為真的句子 其實我們認為它為真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其實它不可 不可能被證出來 所以 像這樣的句子其實很多啦 那 對邏輯學家來講 有些邏輯學家認為 邏輯 系統本身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 如果 日常語言就有這個問題 邏輯學家就要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呢 有些邏輯學家認為其實不用 我們其實只要讓我們的 這個系統 小到某一個地步 我們其實就不用面對這麼複雜的問題 所以 這個其實不同的邏輯學家 會有不同的觀點 不過基本上大概就是各位要記得 語役運環關係跟語役法運環關係 在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 在這個系統裡面是 這個 Southernness 跟 Confidence 都成立 所以你不會覺得有任何問題 但是你如果讓系統大到 超過數論的話 其實這個是大有問題的 我們要來分析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個增值數的結構 我們會用 前提跟結論先形成所謂的數根 叫做 root 那 前提跟結論的否定 這個是我們的假設 我們剛剛講過說 前提跟結論的否定 這個是我們的假設 我們假設它是一致的 表示說 我們都假設大家都成立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數根 然後呢我們是並列的 就由上而下這樣子列下來 不是說橫的並列 而是重的方向的並列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數是 長在一個方向上 你如果種在好幾個不同的點 那它就沒辦法長在一起 那請把它種在同一個地點上 再來呢我們會根據 推論規則呢 逐步的去分解 OK 我們會 等一下會介紹推論規則 因為我們演算 既然是一個語役法的演算系統 我們就需要來建立演算系統的規則 所以等一下 我們會跟各位同學介紹 這個推論規則是什麼 接下來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真值數其實 它一直一直長呢 在命題邏輯裡面 它呢一定是有限的生長 OK 換言之它不會無限的生長 我們其實 一直展開一直展開 展開到最後你會發現 你不可能再用任何的推論規則 應用在最末端的語句上 那如果沒有辦法這樣應用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它已經是完全展開了 好 那要辨別你是不是完全展開 其實非常簡單 各位只要去看一下 什麼時候是完全展開的樣子呢 就是 當我們的整個分支的最後出現的句子呢 要嘛就是命題 要嘛就是命題加上否定 否定號 如果所有的語句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其實就已經完全展開 因為你不可能再用 任何的推論規則去做推論了 OK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把 這個增值數稱之為完全展開 我們叫for development OK 那我們用圖示法來看一下 各位現在可以看到 投影片上這個圖呢 是長這個樣子 上面我有標這個root 的部分 各位知道我剛剛講的 縱向的並列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所有的句子 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點 都代表一個formula 的話 那麼它就是一個縱向的並列 各位可以看到它開始長出來 當然這顆樹是倒過來長 是button up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從 樹根在上面然後往下長 那各位不妨呢就把那個 我畫的線呢當成是枝幹一樣 然後呢 每一個長出來的呢都是葉子的部分 在這樣的一個結構裡面呢 各位就會發現 這裡的每一個點 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呢都代表一個formula 就是我們的每一個語句 當然一開始呢我們在root的部分 是把前提跟結論的否定呢 當成是這個樹根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一個一個formula 那麼分解完之後每個branch 就是每一個分支呢都代表一個結構 但是各位在這裡要小心喔 因為每一個分支都代表一個結構 那根據我們的理解 在同一個結構裡面應該不能有矛盾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同一個這個結構裡面有矛盾的話 它當然就不成為一個結構 所以意思是說 我們的希望是我們可以從它的分支裡面 去找到這樣的一個結構 就是如果它沒有矛盾的話 就代表它可以變成我們的一個結構 或者一個模型這樣子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開始進入到 增值數的基本規則的說明 基本上大概是這個樣子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最簡單我剛剛說過了 我們之所以要分解的目的呢 是想要去證明說 它這個會不會有矛盾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它產生一個矛盾 它就不能成為一個結構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一個結構裡面 語句之間不可以既真又假嘛 所以呢 當我們發現 在某一個分支裡面 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出現什麼情況呢 如果你出現 一個語句 phi 這個 phi 沒有關係 任何 formula 都可以 然後呢也出現了 negation phi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在底下 打上一個 close 的符號 表示呢 這個分支不能再繼續發展 為什麼 因為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結構 為什麼不可能成為一個 我們要的結構呢 因為它已經產生矛盾了嘛 因為它同時出現了 phi 同時出現 negation phi 那如果它出現了 phi 又出現了 negation phi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這兩個要同時為真 那這當然不可能 對不對 我們不可能有任何一個語句 跟它的語句 這個語句的否定句 同時為真 這個不合理 對吧 因為如果這樣兩個都為真的話呢 就表示說我們容許矛盾存在吧 但是演算系統很顯然是 不允許矛盾存在的 我們有兩種基本類型 大概是這樣 各位可以發現 我剛剛在畫結構圖 我們在7.3 畫出那個增值數的圖示的時候 各位眼尖的同學應該很快就發現說 其實它只有 亞馬就是一個直線下來 亞馬就是分成兩邊 對不對 好像沒有分成三隻角的 最多就兩隻角出現而已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最多只有兩個分支出現呢 沒有錯 其實我們的基本類型只有這兩種 type 第一種 type 我們把它稱為 type alpha 它的 alpha 1 分解出來之後 alpha 1 跟 alpha 2 是在同一個分支上的 這是第一種 type 那類型 alpha的意思就是說 我分解出來的兩個語句 alpha 1 跟 alpha 2 會在同一個分支上 那第二種類型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type beta beta 類型會分成兩個分支 一邊是 beta 1 一邊是 beta 2 那我們所有的增值數系統的演算規則呢 都必須是這兩種 type 其中一種而已 就是我們沒有其他的 要嘛就是在同一個分支上 要嘛就是分成兩個分支 如此而已 好 那各位想想看 我們來想想看 type alpha 有什麼特點 各位不妨想想看 好 type alpha 的特點大概是這樣 假設我們用通電的概念來想 如果 alpha 要通電 那請問一下 alpha 1 跟 alpha 2 如果 當成兩個那個電閘的話 alpha 1 跟 alpha 2 是不是同時要通電 沒錯吧 因為你如果任何一個關起來 任何一個電閘關起來 它其實都過不了 你就把它當兩個開關一樣 alpha 1 跟 alpha 2 如果是兩個開關 那你要讓 alpha 通電 一定這兩個同時都要開 如果你任何一個斷掉了 那這個電就通不過去 意思就是說呢 alpha 要通電的條件是 alpha 1 要通電 而且 alpha 2 要通電 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所以各位可以很容易看出來 這個是一個 你用通電的概念來想 大概就知道他們的關係 各位看到 type beta 呢 你會發現 如果 beta 要通電 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會發現 如果我 beta 要通電的話呢 我其實只要 beta 1 通電 或者是 beta 2 通電就好對不對 因為 只要 beta 1 開關打開 這個電就通到 beta 啦 或者是 beta 2 打開來 就可以通到 beta 啦 可見的這兩個 type 其實就是所謂的 炎炎跟選炎的關係 意思是說 一個是 conjunction 一個是 disjunction 的關係 所以 我們基本的 type 其實只有這兩種而已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類型一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第一種類型就是 type alpha type alpha 基本上呢 是說 我們的句式呢 分解成 alpha 1 跟 alpha 2 那麼它既然在同一個分支上的話 表示說 如果 alpha 要為真 那就是 alpha 1 跟 alpha 2 要同時為真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就是 conjunction 我們剛剛說過 它其實就是 conjunction 我們剛剛是用通電的比喻 就是 alpha 如果要通電的話 那你 alpha 1 跟 alpha 2 要同時通電 alpha 才會有電 我們的這個句式 beta 如果分解成 beta 1 跟 beta 2 的話呢 因為它在不同的分支上 所以我們會發現 我們其實 兩個分支只要有一個 可以通電的話 那 beta 就有電了 對吧 所以 這個是我們在 設計整個 演算規則的時候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把它當成兩種主要的這個類型 所以 我們這兩種主要類型呢 我們要把 所有的推論規則 都化約成跟這兩個 基本類型是相關的 好 所以簡單來說 第一種類型 它的關係其實就是連沿 我們剛剛講過 conjunction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phi and psi 我們可以把 type alpha 看成說 它其實 alpha 就像是 phi and psi 這樣的一個句子 然後我們把它變成 phi 跟 psi 在同一個分支上 第二個類型呢就是 type beta 對不對 那 type beta 基本上它的 beta 的句子就是像 phi or psi 這樣的一個句子 當然它會有一個分支 一邊是 phi 然後另外一邊的是 psi 所以 這個是我們一個在 推論規則上的這個基本類型 所以 真值數法的一個基本的想法是什麼呢 真值數法的想法 基本上就是把它當成說 我要把 所有的規則 亞馬變成是 type alpha 的樣子 亞馬是變成 type beta 的樣子 ok 就這兩種類型 其中一種 那如果各位 這個仔細觀察的話 你就會發現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讓 所有的規則 所有的規則的運用呢 到最後你的主要連接詞 要嘛是 conjunction 要嘛是 disjunction ok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子 如果到目前為止沒有問題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 這個介紹一下 真值數的這個系統的規則 好 那我們的規則是這樣 為什麼我剛剛說 我們會想要 在基本類型的介紹裡面 我們會說 我們其實最後想把它變成 連沿 conjunction 或者是選沿 disjunction 的這個樣子呢 好 原因是很簡單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其實在 這個 第六單元的時候 我們曾經學過 韓印丸背性 如果各位 回去回想一下 我們學過韓印丸背性 好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含應完備性的集合裡面呢 我們其實只需要 否定 negation 還有連言 conjunction 跟選言 disjunction 只要這三個邏輯算子 這三個 operator 我們其實就可以組成一個 含應完備性的集合 換言之我們其實只需要這三個 連接詞就夠了 所以所有的句子我都可以找到一個 跟它相關的語句 對不對 就是又只用這三個符號呢 運算的這樣一個等值語句 我們都可以找得到 那這個我們其實在含應完備性做過對不對 各位如果還記得我們做過的DNF 跟 CNF 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首先我們來看看第一組推論規則 總共列出了五個規則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是兩個否定號 我們一般稱之為 double negation 接下來是 phi and psi phi or psi 然後 if phi then psi 還有 phi if and only psi 就是 conditional 跟 equivalence 的符號 除了這個 double negation 之外 各位都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是 我們的一開始在介紹邏輯語言的時候 最剛開始介紹給各位的連接詞 對不對 我們在第三單元 介紹這個命題邏輯語言的時候呢 我們就提到了 這個 conjunction, disjunction, conditional 跟 equivalence 這四個符號 二元的連接詞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規則是怎麼一回事呢 首先我們從最簡單的開始 我們的 double negation 當然各位都知道 如果我們有兩個 negation 的符號在一起 就是 double negation 的話呢 它當然可以變成 phi 對不對 就是 negation negation phi 其實是 phi 跟 phi 等詞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醒各位 在這裡我要特別特別提醒各位 因為從現在開始 因為我們在做進行演算了 所以在進行演算的時候我們通常會有一些 這個衝動 這個衝動是不只你們有 我也有啦 就是有一個衝動就是說 萬一我看到四個 negation 的時候 假設各位想想看 你現在看到這個投影片上面 只是兩個 negation 對不對 你現在把它想像成說 我前面看到有四個 negation 這時候你會想做什麼事呢 好 我猜有很多同學的衝動就是 既然是四個嘛 對不對 就直接把它變成 phi 了 好 這樣好不好呢 很抱歉 這樣不 ok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規則只有給 double negation 我們沒有給 四個 negation 變成 phi 的這個規則 所以各位如果碰到四個 negation 要怎麼辦呢 你要先把兩個 negation 拿掉 先把 n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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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 變成 negation negation phi 再變成 phi 各位請切記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要一步一步做 為什麼要這樣子的要求呢 各位要記得 如果你告訴我說 老師 那我可以說 我把這兩步當成一步就好啦 因為反正我已經知道 double negation 的規則啦 那我就把兩步變成一步就好啦 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 這個後果會讓我們有點難以接受 如果我們允許同學呢兩步 把兩個規則並成一個規則來做 那各位會產生出一堆新的規則 因為為什麼 我也可以把 三個步驟變成一個規則 我可以把四個步驟變成一個規則 我可以把五個步驟變成一個規則 如果我們同意說 我們可以把兩個步驟變成同一個規則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生一個 我們不想接受的情況就是 好像 我任意幾個步驟當成一個規則都可以 也就是說 我等於允許你產生新規則 那各位還記得我們在介紹這個語言的時候 我有特別跟各位說明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封閉語言 我們需要一個封閉語言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不斷地產生 新的解釋或者新的規則 這些東西我們都不希望產生 因為對我們來講 那個是一個語言上的負擔 就是說 那這樣我就沒有辦法預測 到底你會長出什麼新規則 所以請切記我們在做演算規則的時候 雖然有一點點辛苦 但是請各位呢 一定要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地做 不要把兩步變成一步 三步變成一步 四步變成一步 否則的話 這個助教就很難為 各位想想看 如果各位在考試的時候 我任意給一個題目 各位在底下最後畫個close 然後就告訴我它是有效論證 那這個算對不對呢 有同學說我天資聰明 對不對 我一看就知道這個是 會產生矛盾的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所以 各位就知道說 我們在要求規則上面 是有這個要求 就是你必須要一步一步地把它做完 那第二個是剛剛說過的 phi and psi 這個應該各位都沒有問題 它就在同一個分支上 出現 phi 跟 psi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連沿 conjunction 再來是我們的 disjunction 它是有分支的 所以是 phi 跟 psi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問題就有趣囉 接下來我們應該要處理哪兩個 連接詞呢 我們接下來要處理的是 conditional 跟 equipments 對不對 就箭頭跟雙箭頭 好 那箭頭跟雙箭頭 它的主要連接詞並不是 and 或 or 對不對 所以換言之 我們要怎麼樣去把它變成用 and 或者用 or 作為主要連接詞的 這樣的一個 formula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去找 它的等值式 那這個等值式有一個要求就是 它的主要連接詞 必須要是 or 或者是 and 那我們就從 conditional 開始 好 各位看一下我們來證明一下 我們的 弱 P 則 Q 弱 P 則 Q 它其實是會等值於 negation P or Q OK 那怎麼做呢 各位可以看到 弱 P 則 Q 各位可以看到 頭影片上顯示 弱 P 則 Q 的真假值是 真假真真 對不對 它只有在前真後假為假 對不對 其他金光都會真 好 那我們接下來各位會發現 negation P 是 假假真真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到 它要跟 Q 來做演算的時候 它的連接詞是 all 那既然是 all 的話 我們根據我們的語意是什麼 是 只有兩個都為假的時候 為假其他為真 那哪兩個都為假呢 各位會發現一定在第二個情況裡面 這兩個都為假 那其他情況呢 都沒有兩個為假 所以其他情況為真 那各位只要看到藍色秀出來的部分 就知道 這兩個是一個等值的語句 對不對 那我只要把 若 P 則 Q 換成 negation P or Q 那麼它的主要連接詞就會變成 all 就是我們要的 disjunction 這個就是我們要 去尋找等值式的意義 好 各位看一下 P if and only Q 的等值式呢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等值於後面這個式子 哪一個式子呢 它是 P and Q or negation P and negation Q 好 那我們就一步一步來做做看 它是不是等值的齁 好 首先呢 先完成這個等值式的真假值 等值式 在什麼時候為真呢 就是它的值相等的時候為真 對不對 所以各位看到 在第一個情況跟第四個情況的時候它為真 好 那值如果不一樣的時候呢 它就為假 所以在第二個情況跟第三個情況的時候為假 好 我們在語譯學的時候跟各位介紹過 等值的語譯呢是用這樣子給的 就是值相等的時候就為真 值不相等的時候就為假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後面的這個式子 那我們當然是從這個 P and Q 開始 and 的話是什麼 只有在兩個都為真的時候為真 其他為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出來 兩個都為真只有在第一個情況裡面 P and Q 為真 對不對 好 那其他情況呢應該都為假 所以你會發現 其他情況都為假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做 negation P 因為我們不能做 all 各位知道 all 的話 我們需要後面的 conjunction 的語譯 我們真假值做出來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跟前面來做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 negation P 好 那 negation P 這裡呢 P 既然它的真假值呢是 真真假假 那麼 negation P 當然就是 假假真真對不對 那這時候 negation Q 是什麼呢 negation Q 是真假真假 所以 negation Q 呢 其實就是假真假真 接下來我們要利用做出來的這兩個呢 來做它的 con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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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剛剛的說法 只有在兩個都為真的時候才為真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哪一個情況兩個都為真呢 顯然是在 第四個情況兩個都為真 所以它為真 其他情況呢都為假 最後我們要用紅色的部分 來做完成最後的這個 disjunction 的部分 那這個 disjunction 呢 它的語譯是什麼 只有兩個都為假的時候為假 或者只要有一個為真就為真 對不對 你可以用任何一個方式來記憶 各位可以看到它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應該是什麼 真假假真對不對 因為在第二個情況跟第三個情況 兩個都為假 然後呢第一個情況是真假 所以有一個真 第四個情況是假真 所以有一個真 所以最後得到兩個這個藍色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等值的 那既然是等值的表示說 p if and no e q 呢 可以變成後面這個式子 等值式找到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列出它的規則 各位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是 phi 則 per side 那它剛剛我們已經想過了 它等值於什麼 它等值於 negation phi or per side 所以呢既然中間是 all 它是 disjunction 我們就知道它要分支對不對 分支有一邊呢是 negation phi 另外一邊呢是 psi 那接下來我們的等值 我們的 phi and only psi 呢 會變成什麼呢 我們剛剛看到了 它的主要連結值也是 all 它會分成兩個 一邊是什麼 一邊是 phi 跟 psi 另外一邊是什麼 另外一邊是 negation phi and negation psi 所以它一樣有兩個分支 只不過一個分支呢 是 phi and psi 就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分支呢 就是 negation phi and negation psi 那這個規則呢 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各位會發現 我們從剛剛到現在的規則 要嘛它就是在同一個分支上 要嘛就是分成兩個分支 所以我們只有這兩個 用來做主要連接詞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組規則 那第二組規則各位看一下 跟第一組規則有什麼不一樣 很清楚呢你可以看到說 第二組規則呢它都是 and or if then 跟 if and only if 這四個連接詞 二元的連接詞 括號之後前面加 negation 那各位就會發現 它的主要連接詞是什麼 它的主要連接詞都是 negation 它的主要連接詞就不再是 剛剛講的那個二元連接詞 它主要連接詞都是 negat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來想 既然它的主要連接詞都是 negation 的話 我們就要想辦法 根據剛剛的想法 我們要想辦法把這個式子 找到一個等值式來表達它 對不對 它的主要連接詞 要嘛是連沿 conjunction 要嘛是選沿 disjunction 那我們就開始囉 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所以首先我們來介紹 第一個 negation phi and pese 就是 negation p and q 這個語句它可以等值於什麼 它可以等值於 negation p or negation q 那我很快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為什麼會成立呢 首先我們來看 p and q p and q 大概就是 只有第一個情況為真 其它為假 根據我們的語譯對不對 那你前面加的 negation 會變成什麼情況呢 很顯然就是 第一個會變成為假 其它都為真 ok 這是 negation p and q 最後得到的真假值的語譯關係 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就是它是假真真真 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 negation p or negation q 會得到什麼結果 顯然是假假真真對不對 negation q 是什麼 negation q 是假真假真 那你用 or 來連接的時候 or 當然根據我們的語譯 or 只有在兩個都為假的時候 情況為假 所以第一個情況是兩個都為假 所以 第一個情況為假 其它情況為真 所以 各位會發現 從這個藍色的比較裡面 你就會發現說 對 這兩個也是等值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 negation 5 and pese 變成什麼呢 變成 negation 5 or negation pese 接下來 如果是 negation p or q 這樣的句子 它會等值於什麼呢 它會等值於 negation p and negation q 那各位就會發現 後面這個句子的主要連接詞 就會變成是 conjunction and 那這個正是我們要的一個目標 那 negation p or q 呢 各位可以很快把它做出來 or 的語譯當然就是 只有兩個都為假之後為假 所以只有第四個情況為假 其他都為真 那前面加了 negation 之後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會出現 變成是假假假真對不對 那 negation p 呢 negation p 會是什麼 negation p 會是假假真真 ok negation q 呢 是假真假真 ok 我們做完這個之後呢 再用這兩個做 conjunction and and 一定是只有在兩個都為真的時候才為真 那各位會發現 哪一個情況是兩個都為真呢 當然是第四個 只有第四個情況是兩個都為真 那其他情況呢 就會都是假的 所以根據這樣的步驟 你就會發現說 negation p or q 呢 你就可以把它等值於 negation p and negation q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 主要連接詞是 conjunction 的一個 formula ok 所以這兩個各位會發現 剛剛的 negation phi and psi 因為它會變成 negation phi or negation psi 所以它會變成分支的 ok 所以它是 negation phi 另外一邊是 negation psi 這個就是這個規則 為什麼會寫成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 negation phi or psi 呢 它會變成什麼 negation phi and negation psi 所以它會在同一個分支上 就出現 negation phi 跟 negation psi 那這兩個規則的來源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negation p 則 q 就是說如果是 conditional 加否定號 那麼它會等值於什麼 它會等值於 p and negation q 那我們也很快把等值做出來 這個現在各位應該速度可以變得很快了 箭頭 arrow conditional 只有在前針後甲為甲 其它為真 所以加了 negation 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加了 negation 之後就會變成 原來假的會變成真的 其他呢都是變成假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後面這個 formula 我們先看 negation q negation q q 是真假真假 所以 negation q 就是假真假真 加了 and 之後只有兩個都為真才為真 所以可見的只有在第二個情況裡面 兩個都為真 p 跟 negation q 同時為真 所以其他情況呢都為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藍色部分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 negation 的 p 則 q 變成什麼呢 變成 p and negation q 那麼如果是等值符號 equivalence 加上否定號呢 它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成 p and negation q or negation p and q ok 一樣我很快做給各位看 我們的這個雙箭頭 就是真假假真 就是值一樣為真 值不一樣為假 加了 negation 之後它會變成 假真真假 對不對 它會變成假真真假 好 接下來 在後面是 p and negation q 我們要先處理 negation q 那處理 negation q 它是假真 p 來跟它做 conjunction 的時候呢 要兩個都為真 所以只有第二個情況為真 其他情況為假 我們很快可以做出來 接下來做後面的 negation p negation p 是假假真真 那要跟 q 來做的時候 兩個都為真它才為真 哪一個是兩個都為真呢 顯然只有在第三個情況 兩個都為真 其他都為假 sorry 接下來是 all all的話只要有一個為真就為真 或者兩個都為假為假 所以第一個是兩個都為假 紅色的兩個都為假所以是假 第二個是真假所以是真 第三個是假真所以是真 第四個是假真 假假所以是假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 這兩個式子是等值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規則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的 negation phi 則 psi 可以變成什麼呢 可以變成是 phi and negation psi 我們的 phi if and only psi 可以變成什麼呢 negation phi if and only psi 可以變成 phi and negation psi or negation phi and psi 這就是我們的推論的規則 各位同學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完這個推論規則 好 那最後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整個的這個真值 真值數規則呢 給我們的一個演算系統 它有什麼樣的優點 來我跟各位分析一下 它的優點是這樣 它第一個優點是說 它一定可以決定這個論證 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換言之我剛剛說過了 在命題邏輯裡面 我們最後一定能夠把它完全展開 也就是說 不會有那個展不開的這個式子 還留在那個分枝裡面 不會的 你會把所有的句子都展開 所以你一定 最後可以有效的來決定 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這個跟真值值表法一樣 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也跟簡易真值值表法一樣 我們都可以在命題邏輯裡面 一定都可以決定 某一個論證 到底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那第二個好處是說 一旦我們證明它是無效論證 我們可以很快的找到它的反例結構 等一下我們會有例題 給各位看 我們怎麼樣在 出現那個無效論證的時候 我們很快的找到它的反例結構 好 第三個呢 是說 我們的推論規則只需要分解 不需要考慮組合 各位發現 我們剛剛的所有推論規則只有拆解 沒有組合 各位應該有發現這件事對不對 好 那我就來跟各位打個比喻 這個比喻大概是這樣子 各位想想看喔 有很多人呢 其實有很多邏輯學家呢 其實不太認同真值數法是一個 好的演算系統 為什麼呢 他們認為說 真值數法沒有反應出 推論這件事情或者是 推導這件事情 好 那它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說它只有分解沒有組合 並沒有反應這件事情呢 好是這樣的 各位不妨想想看 我打個比方讓各位想想看 就假設各位有一個那個 有各種顏色的積木 各位想像一下 你有一個用各種顏色的積木呢 組合起來的一個東西 比如說一棟房子好了 那裡面可能有藍色的積木 黃色的積木 紅色的積木 白色的積木等等 你有各式各樣的積木 然後堆出這個 結合出一個房子出來 好 那現在我要問你說 欸 那 這個 這個房子如果拆掉之後 可不可以把這個 用 就用這個房子的這些積木 組合出一隻恐龍 好這時候你會怎麼想 好有一種想法是這樣 好有一種想法是說 好我現在現在想想 組成一隻恐龍 組成一隻恐龍 需要幾個藍色的積木 需要幾個紅色的積木 需要幾個黃色的積木 各種顏色的積木需要幾個 好然後呢我就把紅色的房 我就把這個 我現在擁有的這個 這個各式各樣的 各種顏色積木的房子 組合起來的房子呢 拆掉 拆掉之後我就開始數 比如說我組成一隻恐龍呢 需要三十個藍色的積木 我就數一數 這個積木超過了 這個藍色積木可能有 比如五十二個對不對 那就超過了三十個 好所以呢 這個藍色積木夠 好 那紅色積木假設需要十二個 好那我這邊的紅色積木 就是我這邊紅色積木需要十二個 我就來數數 我這邊紅色積木有幾個呢 好我數一數有十五個 表示也超過了 好那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數一數說 我拆下來的這些積木呢 對於我組成一隻恐龍來講 這個積木的數目都足夠 好請問 各位 覺不覺得我證明了 這個房子的積木 可以組成一隻恐龍呢 好 如果你到這個步驟你就覺得說 嗯對對對 好老師你說這個 只要積木的數目都超過了 就可以組成一隻恐龍 OK我們就說 對它可以組成一隻恐龍 如果你的觀點是這樣的話 那麼你採取的就是真值數法的觀點 因為你只要把它分解開來 數一數就好 好 但是有些人他會認為說不行 為什麼 你只是把那個積木告訴我說 這個我們所需要的積木足夠了 我們所需要的積木足夠了 足不足以代表你 可以把這隻恐龍做出來呢 有的人說no no no 你要告訴我 證明出這些積木可以組成一隻 可以做出一隻恐龍 你必須要實際上把恐龍組合出來才算 OK 那如果你需要的要求是這樣的話 因為各位會發現 我其實在我們其實在真值數法裡面 我們分解到最後都只有命題或者是 命題符號或者是命題符號加negation 我們其實沒有其他的formula 對吧 我們是利用矛盾的概念來做的 也就是說 最後我們只是把它拆解開來 去檢查它有沒有矛盾而已 可是我們並沒有進一步去說告訴你說 我怎麼樣把前提的那個 組合拆掉之後 組合成結論給你看 OK 其實我們沒有做組合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的要求是說 我要把這隻恐龍組出來才算是 證明了這些積木可以 做出一隻恐龍的話 OK 那真值數法顯然沒有辦法達到這個要求 接下來單元裡面 從第八單元開始我們介紹公理法 跟自然演繹法 它其實做的就是剛剛 各位講的這件事情就是我們 不單單要分解而且還要組合 所以到時候各位看到那個 我們怎樣去組合這些formula 所以如果你的問題是說 這個只有這個 拆解而沒有組合的話 這樣算不算一個證明呢 這個其實是有爭議的 有些邏輯學家認為說 可以啊 我用結構來證明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邏輯學家會說 不不不 你要告訴我 你那個結論是怎麼推導得到的才算 OK 所以它還是會有不同的觀點 那 事實上我們在這裡不執著於觀點的爭論 我們只是告訴各位同學說 我們其實有不同的觀點 接下來我們就要實際上來做題目 首先第一個題目是有效論證的做法 第一個例題是P and Q 則 R R 則 S Q and negation S 然後推出 negation P 對不對 那再來是P 則 Q or R R 則 Q and P Q 則 R P if and not be Q 好 各位請注意 我們在測驗的時候並不會讓各位先知道 它是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這裡只是我讓各位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所以呢先告訴各位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事實上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其實是各位要通過做題目來決定的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題目 各位發現我們剛剛需要 root 對不對 那 root 是什麼 root 是用前提加上結論的否定 好 所以各位可以先把前提列出來 這是第一個前提 照抄 第二個前提也照抄 第三個前提也照抄 ok 第四個要寫結論 小心 我們要在結論前面加上什麼 negation 叫它加否定 所以你要寫成 negation negation P 所以這裡為什麼要加 negation negation P 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結論是 negation P 所以我們要在前面再加一個否定號 很多同學一開始在做的時候會忘記這件事情 那忘記這件事情做的是什麼事呢 稍後我會告訴各位同學 ok 那當我們把這個前提跟結論的否定 列出當作數根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來做這個題目 對不對 要從哪一個地方開始呢 事實上在真值數法裡面 它並沒有優先性的限制 就像我們出現的四個句子 你要從哪一個式子開始來處理都可以 我們並沒有強迫 你一定要從哪一個開始 不過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 就是我們當然目標是什麼 這顆數要越簡單越好 從簡單性的觀點來考慮 我們它是越簡單越好 好 那請問各位 這個真值數怎樣會比較簡單呢 是分支越多越簡單 還是分支越少越簡單呢 好 當然嘛 一顆數要看簡單 當然是分支越少越簡單 換言之我們的原則很簡單 各位記得 我們要讓這顆數 就是這個真值數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 能不分就不分 ok 能夠不分我們就盡量不分 原則很簡單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它的主要連接詞 各位看到第一個句子的主要連接詞 是conditional 對不對 那conditional呢 根據剛剛的規則它是有分支的 第二個句子呢是r則s 主要連接詞也是conditional ok 它也是有分支的 欸 第三個句子是conjunction 欸 它就沒有分支了對不對 它是在同一個分支上 所以呢 如果一二三讓我們來決定的話 應該是要從第三個開始 對不對 好 那第四個呢 是negation negation p 也沒有分支 對吧 double negation 也不會有分支 好 所以我們不妨 從第四個開始 好 我們的negation negation p double negation 可以變成 p 對不對 這個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做的題目因為很簡單 所以應該不會遇到這個困擾 如果你沒有很注意的話 有時候你會重複 做同樣的一個 formula 那為了防止這個方式呢 我們通常會建議各位做個記號 那做記號的方式就是在 我處理完之後 我在它旁邊打個勾 像這樣子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旁邊打個勾 表示說 欸 這個式子我已經處理過了 等一下就不用再重複再 做它了 那接下來我們把negation negation p 做完之後呢 我們發現我們得到了 p 我們只要得到了命題符號 這個就不用再繼續做了吧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其他三個式子 我們有三個式子 那根據剛剛的主要連接詞的分析 我們應該從哪一個開始呢 我們會建議從第三個開始 當然你說 老師那我們不要從第三個開始 我想從第一個開始 我想讓它變得複雜一點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我們沒有說不可以 你當然可以讓這棵樹變得很複雜 不過 原則上我們會建議盡量讓它簡單 那如果你要從第一個式子開始做 並沒有說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那我們就從第三個開始 它是在同一個分枝上 所以我們會得到什麼 q and negation s 它會在同一個分枝上 q and s 做完之後 記得在旁邊打個勾 表示這個式子我也處理完了 我就不用再重複處理這個式子 接下來 1 跟 2 你會想要處理哪一個呢 其實 1 跟 2 差不多 因為兩個都是 conditional 都需要做分枝 對不對 可以先來處理第二個看看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處理出來之後呢 它是 r 則 negation s 所以它是等值於 negation r or s 所以它會分枝 主理完之後呢 我們就打勾 好 各位同學注意看 現在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右邊的分枝裡面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右邊的分枝裡面 你如果從 p q negation s 然後右邊的分枝是不是多了一個 s 這個時候 negation s 跟 s 就符合了我們剛剛所說的什麼呢 矛盾 對吧 既然出現了矛盾 我們就不用客氣啦 就直接在這個分枝底下 打上一個 close 表示說這個不用再做了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矛盾了 它不可能發展出一個 不矛盾的結構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要再繼續做它了 所以呢 原本我們其實有兩個分枝 可是到這裡呢 我們其實還是只要一個分枝 需要繼續努力 接下來我們要來分解第一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呢 它的主要連接詞是 conditional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negation p and q 還有 r 對不對 做完了一樣 我們把它打個勾 表示說這個做完了 這個已經做完了 好 那這時候各位有沒有發現 跟剛剛的情況一樣 我們又發現了一組矛盾出現了 哪一組矛盾又出現了呢 negation r 跟 r 又出現了矛盾 這時候不用客氣 我們直接在底下畫一個 close 表示說這個不用再做了 因為再做也是多餘的 還有一個式子 就 negation p and q 要處理 對不對 那根據剛剛的等值是 我們發現它是 negation p or negation q 所以呢我們把它分解成 negation p or negation q 當然 做完之後 我們也可以打個勾 OK 表示說 我怎麼會打個勾理完了 好 那到這裡 我先讓各位看一下 到這裡我們就可以 肯定它已經達到了完全展開 為什麼 因為各位可以發現 它其實沒有需要再去處理的 語句了嘛 好 不過 各位仔細看 我們得到了這個 negation p 我們在左邊的這個 negation p 你把它往上延伸 一直到最上面 你會發現它會跟 p 得到矛盾 那我們就不用客氣 就直接把它打個 close 表示說 p 呢 跟 negation p 是得到矛盾的 好 在右邊也一樣 我們的 q 跟 negation q 也是矛盾的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那既然全部都產生矛盾 表示什麼 表示我不可能 讓前提跟結論的否定 同時為真 換言之 我不可能得到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的結構 如果不可能得到這個結構 就表示它是一個什麼論證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有效論證 或者叫 valid argument ok 就是這樣做 好 接下來我們很快的來做第二題看看 第二題呢 它是 p 則 q or r r 則 q and p q 則 r 然後 p if and over q 好 一樣我們把前提照列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樹根 前提照列 好 三個前提都照列對不對 好 接下來結論要加 negation 接下來結論要加 negation ok 我們要來從哪一個開始呢 各位會發現 其實我們從哪一個式子開始它都有分支 所以其實並沒有占便宜對不對 每一個都是分支 你看前三個都是 conditional 最後一個是 negation 的等值式 所以其實每一個都分支 並沒有占便宜 所以各位要從哪一個開始都可以 我們並沒有特別 那只是有時候我們可能可以 因為做題目的時候 當然有的人做出來會簡單一點 有的人做出來複雜一點 看你從哪裡開始 它其實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好 那我們要從哪一個開始呢 我們從第四個開始 好了 我們從結論開始 好 從結論開始我們先把它變成 p 則 negation q 然後 negation p q 所以我們把第四個處理完 接下來我們可以處理哪一個呢 好 處理哪一個會有點佔便宜呢 其實這個可能要通過各位 做題目的熟練度 比較可以知道哪一個可以佔點便宜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會考慮先從第二個開始 如果從第二個開始的話呢 因為我們有兩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兩邊都做 就是 negation r 然後 q and p 這時候我們做的是第二個式子 好 那為什麼這個可以佔點便宜呢 各位仔細看 我們如果把 q and p 做完 q and p 做完 我們把 q and p 做出來 各位會發現 在這個分支裡面 我們做完之後會發現 q 跟 negation q 會得到矛盾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在底下畫一個 close 好 然後呢 最右邊的這個 branch 裡面呢 你會發現 p 跟 negation p 也是矛盾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得到一個矛盾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的那個分支的數目呢 就不用再處理那麼多 這就是我說的佔點便宜啦 不然的話 你如果用這個其他的式子 你其實這個分支的數目會比較多 但是這個並不是一開始就看得出來 這個可能需要一些做題目的經驗 才能夠讓它的分支的數目 降低一點點 好 那接下來 第一個跟第三個呢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好 所以我們一樣還有兩個分支要處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呢 我們就先處理第一個 好 我們如果先處理第一個呢 好 你會發現我們有 negation p 另外一邊是 q or r 對不對 好 ok 那有這個 negation p 呢 其實有一點小小的好處是什麼呢 最左邊的這個 branch 呢 分支裡面呢 p 跟 negation p 會得到矛盾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它打個 close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把 q or r 做完 把 q or r 做完 好 這個 q 跟 r 可以做出來 好 一樣 好 那我們就得到 這個 q 跟 negation q 可以得到矛盾 可以得到矛盾 好 再來我們這邊的 r 呢 也會跟 negation r 得到矛盾 好 所以 我們等於左邊的都已經處理完了 好 接下來我們右邊呢 還有兩個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還有第三個式子需要分解 好 第三個式子在分解的時候呢 好 我們就需要把它分成 negation q r negation q 跟 r 那 negation q r 呢 這個做完之後呢 第三個式子可以打個勾 表示我們第三個處理完 好 這次我們去看看有沒有矛盾呢 好 有的 在這個 branch 裡面我們發現 q 跟 negation q 會得到矛盾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打 close 好 在這裡 r 跟 negation r 也一樣 各位往上延伸就會發現 r 跟 negation r 也得到矛盾 所以它是 close 掉的 好 接下來這個 negation q 一樣 跟這個 q 會是矛盾的 ok 那這個 r 也跟這個 negation r 會得到矛盾 所以它也 close 掉 所有的都封閉之後 我們就發現 我們一樣找不到任何的 結構時的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所以換言之 它其實是一個有效論證 所以不可能出現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ok 那接下來我要來說明一下 這個無效論證的做法 無效論證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它會有找得到反例結構的這樣的一個式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樣給各位兩個練習 第一個是 negation p 推出 p or q 則 r negation r 則 negation q or r 第二個是 negation p or q or r negation q 則 negation r r 則 p and s 推出 p a 前提只有一個 negation p 對不對 這個是前提 接下來結論要加上 negation 記得要把它整個括號加上 negation 所以我們把它整個括號之後呢 加上它的 negation 接下來我們會建議從第二個式子開始做 各位發現 這個主要連接詞是 negation 對不對 根據剛剛的推論規則 如果是條件句外面再加一個 negation 的話 它會是什麼呢 它會等值於 phi and negation psi 所以呢 它在同一個分支裡面 我們可以得到 前面這個 p or q 則 negation r 當作 phi 然後後面呢 當作 psi 所以你要再加一個 negation 所以這個是根據推論規則得到的結果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做完之後呢 當然可以打個勾 表示我這個第二個式子已經做完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這個 double negation 變成什麼 q or r 就是把 double negation 做完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好 那接下來 這兩個都是 all 對不對 所以其實做哪一個都一樣 好 所以我們先看看 我們要做哪一個呢 我們現在 做第一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呢 是 p or q 則 r 我們就可以把它 因為是 all 我們就直接分成兩個分支 一邊是 p 一邊是 q 則 negation r 做完之後記得 就是把它做個記號 我們已經把這個做完了 到這裡呢 我們會發現 p 跟 negation p 是矛盾的 ok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 close 表示我們已經做完了 好 接下來 這兩個一樣都是要分支的 所以做哪一個都可以 我們先做這個 negation q 跟 negation r 這個顯然是從 q 則 negation r 來的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可以打個勾 表示我們把後面這個做完了 所以所有的式子裡面 只剩下一個還需要分解 就是 q or r 那 q or r 分支之後呢 當然就是 q r 跟 q r 做完之後我們把它打個勾 發現有沒有矛盾呢 有 我們再來發現矛盾 q 跟 negation q 產生矛盾了 所以不用客氣 我們就在底下打一個 close 表示它已經得到矛盾了 就不用再繼續做了 好 那這邊的 r 跟 negation r 也是矛盾的 所以我們可以打一個 close 表示它 產生矛盾了 好 那各位看到 我們有兩個分支是沒有被封閉起來 也就是你沒有打上 close 表示說 它是一個 open 的 branch 就是它是一個開放的分支 這個分支 表示它是一個開放的分支 那既然你有開放的分支 表示我可以找到一個結構 使得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說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如果我們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我要怎麼去找它的反例呢 各位知道 如果你是一個無效論證 你不能夠指說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我們之前學過的 只要是無效論證 我們都需要去寫出它的反例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去建立它的反例結構呢 反例結構是這樣 各位可以看到我這個箭頭的部分 是告訴你它是一個開放的分支 也就是它是一個 open branch 對不對 那我們從這裡開始 我們要先把命題符號列出來 我們這裡總有三個命題符號 分別是什麼 分別是 PQR 那我們要給出一個結構 就是有關於 PQR 的真假值的結構 那怎麼給呢 很簡單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分支上可以看到 這個 R 這個出現了 R 出現了命題符號 我們就 assign 真 所以當這個出現是 R 的時候呢 我們就給 R 是為真的 好 那再往上你看到是 negation Q negation Q 為真當然就是 Q 為假 對不對 好 再往上 一直往上看到這裡 有一個 negation P negation P 為真 那就表示什麼 P 為假 OK 所以根據這個結構告訴我們說 它有一個結構可以讓 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那這個結構是什麼呢 就是 P 為假 Q 為假 R 為真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P 為假 Q 為假 R 為真這個結構 那當然 我們也可以走另外一邊 如果各位想 這個反例我不只可以有一個寫法 對不對 沒有錯 就是說我們如果走另外一邊的話 各位發現 我們一樣可以證明它是無效論證 對不對 那它的反例結構怎麼寫呢 好 一樣我們把 PQR 列出來 好 在這裡各位發現 我們如果走這條路的話 我們會發現 Q 為真 negation R 為真表示 R 為假 再往上你會發現 negation P 為真 就表示 P 為假 最後你會得到什麼 P 為假 Q 為真 R 為假 這是另外一個反例 好 當然 那你可以不會說 老師那我兩個反例都寫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OK 不過各位要記得 反例呢通常是只要給一個就夠了 那一個就足以證明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對不對 那你要同時寫很多個可不可以呢 當然可以 但是條件是你不能寫錯 也就是說 就是說你不能把不是反例的結構寫成反例結構 OK 如果你寫一個不是反例的反例結構的話 那你的反例結構就算全錯了 為什麼 因為表示 不是你把不是反例結構的反例寫上去呢 就表示你正錯了 所以 我們的 建議是只要寫一個就夠了 那你如果兩個都寫的話 或者是它有好幾個反例結構 你好幾個都寫 我們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寫錯 因為寫錯一個算全錯 為什麼呢 因為 你不能把不是反例的結構寫成是反例結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題 第二題一樣 我們把前提全部列出來 我們把前提全部列出來 好 結論是P 所以結論加上negation 所以是negation P 看來是沒有任何的便宜可佔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主要連接詞是all 第二個主要連接詞是conditional 第三個也是conditional 都是需要分支的 看起來沒有便宜可佔 但是如果你做手你其實仔細觀察 還是有一點點便宜可佔 OK 那我們通常會從哪一個開始呢 我們其實會從第三個式子開始 為什麼 因為你第三個式子做出來 你會得到negation R 跟 P & S 對不對 第三個做完之後呢 你把 P & S 做出來 你會發現 negation P 跟 P 會得到矛盾嘛 對吧 因此你會發現 這裡我們可以給一個 close 所以剛剛其實分了兩個分支之後 現在就只剩下一個分支了 所以其實這個可能需要 要靠各位練習的經驗 才能夠知道說 我先做哪一個 可能這個 增值數會稍微簡單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哪一個呢 接下來我們來做第二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呢 是 negation Q 則 negation R 對不對 所以左邊要寫成 negation negation Q 右邊要寫成 negation R 那我先把 negation negation Q 變成 Q 把答過 negation 做完 這時候呢 還沒有任何矛盾出現 那我們有兩個分支需要處理 所以我們只剩下第一個式子 我們把第一個式子呢 把它完成 各位會發現 它是 negation P Q or R negation P Q or R 那這個也沒有什麼任何的矛盾 對不對 所以我們繼續把 Q or R 做完 我們會得到 Q 跟 R 對不對 這邊一樣 Q 跟 R 把它做完 這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是一個完全展開的式子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每一個分支的最末端 一定要嘛是命題符號 要嘛是命題符號加 negation 沒有其他的 formula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它是完全展開 那這個時候呢 所有的矛盾的分支我們都關閉了 所以剩下來都是 open 的 就是 open branch 有很多個 所以跟剛剛一樣 我們就證明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好 那我們可以來找它的反例 那它的反例呢就是 要把所有的命題符號列出來 所以我們有 P Q R S 好 那我們如果從第一個開始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箭頭的這個 open branch 的部分呢 我們如果從開始 我們會發現這個 negation P 是什麼 為真 所以 P 為假 再往上 Q 為真 OK 再往上 negation R 為真 所以是 R 為假 再往上 negation P 為真 所以 P 為假 各位會發現它沒有出現哪一個 它沒有出現 S 嘛 那沒有出現 S 怎麼辦 各位要記得 在每一個結構裡面 每一個命題符號 一定都要有真假值 所以萬一這個 S 沒有出現在這個 branch 裡面 表示 S 為真也可以 為假也可以 但是記得一定要寫 因為你如果不寫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是 undefined 我們不接受任何一個命題符號 是沒有被定義真假值的 所以一個結構裡面 這個命題不可以沒有真假值 因為每一個結構裡面呢 它就是都要有真假值 而且呢不能夠有矛盾 對吧 所以呢 我們 S 能量寫真也可以 寫假也可以 OK 所以我們會得到 P 為假 Q 為真 R 為假 那 S 呢 既然沒出現 我們就填真也可以 填假也可以 但是記得不要同時填真假 一定只能填一個 所以我們把真填進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樣的一個反例 那當然啊 你說那我填假可不可以呢 好當然可以啊 我們也可以填假 沒有問題 對吧 我們填假也可以 也是其中一個反例 那跟剛剛的推薦一樣 我會建議各位同學 只要寫一個反例就夠 不要一次寫好幾個 因為一次寫好幾個的話 你錯一個就會算全錯了 最後我們要來講講什麼叫做 一致性 一致性呢 跟我們要證明有效論證 無效論證不一樣 它是指一個語句集合 就是說 所以說 所謂的一致性說 如果有一個句式集合γ 各位想像一下 我有一個集合呢 裡面有一些句子 這些句子彼此是不是一致的呢 如果是一致的 那麼 若且微弱 一定可以找到有一個結構 使得 這個集合裡面的句子 全部都為真 如果我說有一個句子集合γ γ是不一致的 表示什麼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結構 使得集合裡面所有的句子同時為真 要讓這個集合裡面的句子同時為真 如果沒有這樣的結構的話 那麼它就是不一致的 我們要怎麼證明這件事呢 我們要用真值數法來證明這個一致性的時候呢 我們的證明方式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所有的句子呢 當成數根來運算 我們剛剛的root 是 在做這個論證嘛 我們現在不是 現在呢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句式集合γ 所以如果它一致的話呢 我們就把所有的句子並列 然後去做證明 看看它能不能得到一個結構 讓所有的句子都為真 如果可以 那麼我們就說呢 這些句子彼此是一致的 如果不行 我們就說這個句子彼此也是不一致的 換言之 如果你找不到任何一個結構使得 所有的句子同時為真的話 那麼它就是不一致的 跟剛剛證明論證的方式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我們不是在證明論證 我們是在講一個句式的集合 那一個句式的集合 大概各位可以這樣想像一下 就是說什麼叫做句式的集合呢 就是我們可以把一個人講過的話 通通放在一起檢查 如果這裡面有矛盾 我們就說它是不一致的嘛 就是說如果你想像一個人 今天講的話 跟昨天講的話 跟前天講的話 跟大前天講的話 這個全部把它放在一起檢查 結果你發現 你這樣很矛盾耶 因為你前天講這樣 今天講這樣 昨天講這樣 什麼等等之類的 只要你對別人講這種話 意思就在告訴它說 你這些句子合起來不一致喔 這些句子合起來是不一致的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 換言之我們只要用 把所有句子並列然後演算 如果 如果 變成一個封閉數 就是所有的分支都close的話 那就表示它是不一致的 為什麼 因為你找不到任何一個結構 讓所有句子為真 那只要有一個是開放的 有一個open branch出現 就表示 我們其實可以讓所有句子同時為真 我至少可以找到 有一個結構 讓所有的句子同時為真 既然這樣 那麼它就是一致的 ok 好 那我們來證明一下 我們有兩個例題給各位看 第一個例題是 P 則 Q Q 則 P and negation R 第二個例題是 P 則 Q and R negation R or P 跟 Q if and R 那我們先從第一題開始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把所有的句子並列 當作樹根對不對 我們有三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 P 則 Q 第二個句子 Q 則 R 第三個句子 P and negation R 我們有三個句子 對不對 從哪一個開始做呢 我們剛剛已經學過了 為了簡單起見 能不分盡量不分 所以 一個是conditional 第二個是conditional 第三個是 conjunction 我們當然從 conjunction 開始 因為 conjunction 是在同一個分支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第三個式子開始 得到 P and negation R 接下來呢 從哪一個應該都一樣 我們看一下 我們就先從第一個開始 把 negation P 則 Q 這個其實就是分解第一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矛盾呢 有 對不對 在左邊的分支上 各位看到 P 跟 negation P 得到矛盾 所以不用客氣 我們就打一個 close 表示它已經得到矛盾了 接下來第二個式子分解 是什麼呢 negation Q 則 R 所以呢 我們會到 negation Q or R 這樣的一個式子 那 各位發現 這個也都 同時都得到了矛盾 對不對 Q 跟 negation Q 還有 R 跟 negation R 都得到矛盾 所以各位發現 所有的分支都 封閉 注意喔 現在你不是在證明論證 所以不要寫有效論證 好不好 因為很多同學在這裡呢 因為剛剛學論證太高興 對不對 就馬上就給他寫有效論證 不是喔 我們現在在證明 它是不是一致的 那如果都是變成一個封閉數 表示這三個句子 彼此是不一致的 所以我們應該寫成 γ 是不一致的 或者寫成 γ 是不一致的 OK 這樣才是對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呢 是一樣有三個句子 P 則 Q and R negation R or P 跟 Q if and not if R 好 一樣我們把三個句子並列之後 好 這三個似乎也都得不到任何便宜 佔不到任何便宜 因為三個句子都是要分支的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不妨就從 第一個開始來做 第一個式子呢就是 P negation P 分解在 negation P 然後 Q and R 好 那做完之後我們把第一個式子打勾 好 接下來呢我們把 Q and R 做完 就把它打勾 表示說我們這個第一個式子呢 就完全處理完了 好 接下來做哪一個呢 好 即使都一樣 好 我們就來看看我們先做第二個 negation R P or P negation R or P 把它做出來 好 有沒有矛盾呢 有 好 各位看到 我們這裡的 negation P 跟 P 得到矛盾了 所以這個不用客氣 我們就給它打個 close 得到矛盾了 好 在另外一邊我們也看到 R 跟 negation R 也可以得到矛盾 所以也打個 close 表示說 喔 這邊也被我們封閉起來了 好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式子是 Q if and not if R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做出來 來 我們還有兩個要做 好 所以一邊是 Q R 一邊是 negation Q and negation R 所以 一邊是 Q and R 另外一邊是 negation Q and negation R 好 這時候有沒有矛盾呢 有 像這個 R 跟 negation R 是矛盾的 各位記得 一樣 就是把它畫 close 表示再得到矛盾了 好 這邊一樣 這個 R 跟 negation R 一樣得到矛盾 好 後來我們發現 這裡有開放的 對不對 表示我們會有一些 open branch 出現 有這個 open branch 出現 表示說我可以找到一個結構 使得這三個句子同時為真 如果我可以找到一個結構使得 這三個句子同時為真 就表示它是什麼呢 這個 gamma 我們就說它是一致的 或者說 gamma is consistent ok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證明 這些句子彼此是不是 一致的方法 好 那今天的課程到這邊 謝謝各位